很確實看得到 身孤都沒帶東西 好嗎 郭太太 已經來看你了 驚恐表情讓人不由得 掉入恐怖的情緒 徐偉寧以紅衣小女孩 入圍金馬影后 導演陳偉豪 再推驚悚新作 目擊者 喂 老大 晚上會報社 意思是宵夜啊 我下班有約了 真假 喂 等一下啦 演員超大咖 莊凱勳聯手李明順 徐偉寧 還有柯家燕兩位女主角 在片中都有戲聲演出 羅貝基情戲 預告一出 網友猜是徐偉寧還是柯家燕 電影描述身為記者的莊凱勳 意外重新調查起 九年前目睹的車禍意外 沒想到每個人 所認知的真相都不同 目擊者號稱有別於過往的 台灣驚悚片 而當中最大的彩蛋 就是李安的兒子李淳 畫面只有一閃而過 但李淳在片中可說是關鍵角色 導演直誇李淳演得相當好 剛掉進交通大隊的 一個菜鳥警察 然後剛好幫了小琦 就是凱勳的這個角色 查這個九年前的案子 只能這樣說 李淳話說的保留 但表現肯定比在老爸指導的 比利林恩中精彩 其實過往李淳就曾入圍過 金鐘南配角 老師 我是三班的高手 大談姐弟戀 這回在新片中 究竟會和柯家彥還是許偉寧有糾葛 吊足觀眾未口 記者黃清澄羅相當台報導